C3 YeahLie 大家好,又是愛的人,愛的人! 不是一個車兵,只是BOV 又是我啦! 今天,我又要來試什麼車呢? 我身後面有一輛叫於1250 AMG Line 這輛1250是w212 也就是說它是在2013年左右,做一個小改款 這一代的E Class的話有分為幾種啦 你會看到有車頭燈分開的 但是这个驻尾帮的呢,它是一组的,有自带daytime running light的 这辆车也是很喜欢,很喜欢这一款 因为可以讲是我心目中觉得最漂亮的E-Class啦 我们去看看这辆车到底是怎样,Let's go! 感谢K-Kars Auto Sengrenberg它的地点就在Kajang买卖车这一条街 谢谢他们借助车子,让我可以拍拍POV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代是很美的呢 因为它的车头灯呢,已经做了一个小改 从原本的分开的灯呢,变成了现在一组的头灯 这里有daytime running light,还有那个signal在这边 然后你会看到它整个宝杆呢,会比较没有这么uncle啦 因为它是一个AMG Line的,你会看到AMG bumper 18寸的轮毂,245,40,R18,这是前面 然后它是Michelin PS4啦,AMG的卡前,有打洞孔的disorder 要不然你会在普通版是看不到这一个的 再来呢,由于它是一个后驱车啦 你会看到后面的尺寸呢,是265,35,R18 会比较薄一点,比较宽一点 再来呢,你会看到AMG Line后面呢,这里有个假的洞 好像一个九窝这样,这么大的排气管它是躲在里面的哈 这辆车的后面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很漂亮的 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啊,那个灯啊,像一个蝴蝶一样 这是它的钥匙,开启后面的方式有几种 第一个是按着 它是Spring loaded啦,如果你要关闭的话呢 只有按着这个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这边后面有一个小小的touch pad 那后面的空间,哇哦,我可以讲哈 真的是比Camry还来得更省 宽的话Camry比较宽啦,但是深的话是这个E Class真的很深 这两个小拉杆呢,就是可以让你的后面的椅垫倾导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袋子 这个就是一个First Aid Kit 在里面,电箱在那边 还有Spring led 还有一个小小的touch,给你们看一下哈 这一个可以拿上来勾着的 是不是很厉害叻 有没有 这里是按了之后啊,连它的车门也锁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要锁 然后打开 E Class呢,永远是不会输给人家 是在它的后面 因为讲的是E Class 真的很舒服哦 其实的话你这个价钱哦 你可以买到C Class W205 但是后面的话,C Class没有什么好做 而且E Class真的很舒服 这里有一个中央扶手 还有一个全景全窗 这里就是橙灯啦 很特别啊,橙灯 你看到吧 冷气出风口 12瓦充电 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袋子 整个Build Quality是无可否认啦 E Class这样当年都要卖400千左右了 当然是做得很不错的咯 空间更不用讲 还有一个全景全窗 阅读灯 这个就是橙灯啦 这里呢就是它的后面的显示器 给你用那个望后镜来看 给你知道后面有没有东西的 非常Classic的锁门 门哦,真的是相当重的 这里呢你就会看到有锁门跟解锁 两边都有啊 所以让你的隔壁的乘客啊容易锁门 这里可以调头枕看到吗 可以上下 还有就是你的椅背啊 前后啊 还有Memory Seat 3组啦 这里有一个洞 当你手机放这边肯定会掉出来了 这里就有一个储物空间 非常大 小小的Pocket 嗯,这个可以放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啦 还有一个 更小的空间可以放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的锁匙 你的重要东西啦 所以AMG的车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你的腰部支撑 锁车 这个就是经典Band season啦 解锁 看到它的Signal吗 这辆车是有一个Keyless 我打开门之后呢 Signal mirror就会自动打开 这个跟Sea Glass应该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Button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 这个东西不要不见哦 如果不见的话 这一类东西跟你钥匙一样价钱 所以你可以有两种方式来start它 第一种是插钥匙 第二种呢就是你把你的Push Start Key 放回去 踩开门 这辆车呢就没有Electronic Parking Brake啦 你会看到这里有个Parking Button 来一拉 下面那个脚就会上来 可以踩回去 Fancy-Sign的应该没有了啦 我是个人很喜欢这一种 扭转式的 注意看我关门哦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Premium的感觉啦 转向呢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啦 这边也是一样有三组的Memory Seat 就是我们开窗关窗 One-off的可以让你的开捏唱机 听下的音响 I got bills I got bills I got bills Oh 又贵了 坦白说哦 它的音响真的很好 因为Harmond Kardon 大楼 Harmond Kardon 这里有座椅加热 On-Off Parking 的Button 然后Eco Mode 如果你要转着驾驶模式的话 这里有Eco Port Manual 这个呢 类似iDrive的东西 就是让你可以操控你的screen 设计非常的好 我可以把它打开一点 我可以放我的Pay 往上再推 你就会看到 这里有12V电瓦 还有你可以放一些东西在这边 如果你不要这个Cup Holder 你可以把它拆出来 就会有很大的空间 你可以装回去 然后推一推 Lock 它就不会出来了 非常聪明的设计啦 来啦 你可以看到 哇哦 空间很大 Auto Dim Rail View Mirror 还有一个阅读灯 层灯来的哦 开开天窗 这个晚上开车的时候 很爽哎 有天窗 OK啦 在马来西亚天气这么热的话 应该都没有什么用到 这个Dinted 要放黑一点 因为马来西亚天气真的是太晒太热了 这里呢 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设计 你们看到吗 调冷气 这是拉桑 拉西亚 然后这个风速也是这样子调的 这个地方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 当时啦 还有这一块 那么这边就有一些button 可以让你换一下 OK 时速 我们可以去Trip Navi Audio Telephone 因为它的Meter是NPH啦 我相信这两个是Record的 当你要看KM博阿物的话 你就要开这个啦 所以这个Meter是比较成熟一点 它没有像现在的 你路上看到C Class很漂亮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怀胆 N D P OK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button在下面 可以按一下 你要做limited 还是你要定速都可以 我们去看一下引擎 引擎盖打开呢 是在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小拉杆 来啦 2.0公升 Turbo温轮增压引擎啦 其实它的引擎是跟C Class W205的Shader一样的引擎 211匹350Nm 因为早期的E Class的话呢 它是用了1.8温轮增压啦 现在换上了一具全新的2.0 到底它的这个绿水怎么样呢 我们上路实在就知道啦 抖动也不是很厉害 很顺 所以可见呢Condition很好哦 现在二手价钱很好 卖着156800 这辆车美美啊 如果你们要买车的话 可以找K Cars Auto St.Ramber Heart 这辆车原有的价钱是卖的400千左右 现在只是不到160千就 可以把它带回家 当然如果你要买这样的款 还有更便宜的 E 300 Deezer Hybrid 这辆车为什么这么好价钱 因为真的是很少问题的车来的 上车去试驾了喂 Let's go 没有自动手刹 所以的话你就要记得用手拉一拉 我们来载Garry老板去试车了喂 哇 这辆车第一上手的话 都觉得非常舒服哦 这辆车 隔音很好耶 我们载老板 Low side 请准备啦 Surprising 厉害 这辆车是很舒服的 我以为 MG Line嘛 怎么样都会跳啊 那些 Eco 开感 Driving Position 真是美 低低的 这辆车是什么呢 2.0 Turbo 7-speed U-tronic 这个有点冷 这辆车应该是M274的车 对 M274 是帮C-Class一一样的 不是吗 你的车是share的吗 不是 W2O5 W2O5 它的Facelift就是和W2O5的Prefacel一样 是 Prefacelift 新的那些1.5帮2.0帮2.0帮就不同了 它旧一款的好像是1.8帮 是 E250是2.0帮 不过好像不是M274 嗯嗯嗯 哦 你认为Engine 和瓦箱很相似 很相似 7-speed 是 是8帮 哦 它旧一款的好像没那么相似 是吗 灯分开的那一款 1.8帮 是 7度压的瓦箱 是第一批的 好像有电板 电板 听闻 听闻 我是很喜欢Meter 你看那些针 很漂亮 在中间放一张镜 很聪明的设计 很高级的设计 现在新的 反而是 Sea Glass 你看看是 MORE ON DIGITAL 是 FUL DIGITAL 我又不喜欢 是啊 你看看 为何 KARLELA 很多DIGITAL 但它是中间的RPM Keep to Analog 所以它知道 我们那些 还是喜欢的 不是全部DIGITAL 是 我本身比较喜欢 OK啦 你的SPEED 可以让我 DIGITAL 你的RPM 我喜欢Analog 是 Keep to Analog 很安静 PS4的底 18吋 Engine 声 也听不到 除非我 我用PEDA SHIFT 4 3 2 都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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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音应该比较漂亮 比较轻 对 比较轻 所以省油 有力 新款的 但是 下雨的时候 好像 被机关枪射 哦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上面也是 上面也是 对 对 E-Class 有一个问题 这一代 后面坐两个人 躺下 都要住一下 中间 挺害怕的 真的舒服 我以为AMG Line 会 牺牲了少少少 舒服 现在我驾到 好像驾驾驶原装 感觉 后驱车 它跟驾驶 应该是同一个 性格 是 但是 E-TEC的市场 应该是一样 E-TEC的市场 OK 它的空间 和驾驶一样 但是价钱真的不同 这部车的新较400千左右 而CAMBRIE 下多少 110 最多 200 现在新的CAMBRIE 新的 格阴肯定是这部 签物也好 别哥也好 Hermann Cardone 名牌 160千里才可以便 large 还有Banylero Mix-Up-Roll 这部侧身很厉害 你开了它 它的隔烈性 真相差很严厉害 我看到它的电容很足够 幸中有黑黑的电容 你可以直接感觉到 沒有熱的 沒那塊煲 幸好有這塊煲 這塊煲很厲害 薄薄的一塊煲 現在可以用Manual Mode 但Manual Mode應該會跳回來 這家是唯一最美的 氣喚的燈就更美了很多 前面那一輛CGI就是舊一方的 燈分開 D-Light又在下面放開 挺有力的 這輛車完全夠用 這麼重的車 這輛車差不多要1.8燈了 1.7、1.8燈 這麼多輪車的話 continental就是continental 這樣檔總是這麼舒服的 對呀,這輛車的情況很漂亮 很貼心 很貼心 這輛車除了這輛車,不知道做了什麼 整輛車都很漂亮 有分S看看 S 擊倒 會慢一點 不過有力是真的有力的 要等一等一等 可以回應一下 去迫力 嘩,能夠顫抖 剛才開了Covine的那輛Golf 所以開這輛車的駕駛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哈哈哈哈 原裝及改裝 對呀,改裝 駕駛這輛車真的錯快 駕駛搖滾 出浮時,駕駛這輛車 不知道能力不及這輛的位置 又舒服呢 它的駕駛是可以的,因為是 AMG 輪胎 所以它的駕駛是有洞的 幫它的調節是大粒一點的 是沒有四輪,不過駕駛的駕駛 老細車 但是Musk一直以來,給這些駕駛也很漂亮 駕駛駛啊? 有些車是,使你換下的 Casual Financial 但是駕駛不牠 Cual валик其實也 Musk它的 Casual habe改變非常高,不過 тоже 因為角idable 是足夠的 有 Autohull 的吧? 我试试砌到 有有 Autohull 先砌一下 我站起来 Autohull 其实是 Benz 发明的 是吗?他才发明的? 是 Benz 第一架 很好用的东西 特别是放在 Brake 里 我直接按到就起来 我有点不惯你的 Staring D-Segment 的 Staring 它不是像 Seaglass 这样放一点 放好多一下 这辆车刚才吃了我的车 我拉到现在 静了 车车没什么声音 bli IS 它的 7 Speed 31tronik 和 seaglass 一样的感觉 一模一样 唯一是 當然你的衝力沒有Seagrass那麼大 因為250-250一樣 211匹、350NmT 這輛重很多 很快 你看這些這麼爛的路 一點聲音都沒有 裡面的距離板 然後在處理上 漂亮 Suspension 真是漂亮 沒有Classic 裡面Seagrass漂亮 W205很漂亮 OK啦 Classic得利又高級 213就很漂亮 213最漂亮 因為Ambudelite 那究竟買一架新款的Camp V 或者買一架E-Class 會值得一點呢 對 個人 因為不是全部人可以接受二手的東西 我每個東西都要新的 我個人 如果找到這架這麼漂亮的Condition OK啦 Go for it 是不是每個兩手東西都好 不好的 有時候撿得多漂亮 像這組 而是在 Brake 我不習慣的 有少少 有少少 不是說Sponge-G 因為不是Fallboard 或什麼 所以它的力度要多點 在坐姿位置,我調得很低,也挺爽的 OK,鏡頭全部很好 那些輪胎都不太容易做的 有些東西 好安靜啊,裏面的設計都這麼久了 201公斤的車 好啦,私家就到這啦! 喜歡看POV driving 的朋友們呢 記得按贊、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一個POV私家再見啦 Goodbye! MING PAO TORONTO